爱情观两种,一种一见钟情,是天雷勾地火式的爱情,一定要有激情,要有心动的感觉。 另一种是细水长流,日久生情式的爱情。爱情本来就是一种感觉,锣鼓青菜,各有所爱。 不管是那种爱情,都没有错。但是说到婚姻生活,还是细水长流,日久生情的爱情更长久。 就算有一天失去了激情,婚姻也不会因为没有激情就维持不下去。 金牛座金牛座的人追求踏实稳重的生活,所以不会轻易。 爱上一个人,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才会爱上一个人。 这期间既是金牛的考验期,也是金牛的积累期,它在积累你的。 耐心,如果你能通过考验,接下来就是你幸福的时候了。 天蝎座天蝎座的人,在爱情上会很谨慎,不会轻易付出感情。 也会像金牛一样对伴侣有个考核期,考核期内会很做,忽冷。 忽热忽远忽近,大浪淘沙,能通过考核期的人真心不多。 而且就算通过料考核期,也会被天蝎给做煤料,陪伴天蝎要有十足的耐心啊。 水瓶座水瓶座的人虽然比较怪一点,思维比较清奇一点,但是水瓶对于感情还是合真挚的,不会花心。 能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和不容易确实很难,谁让水瓶这么难懂所以水瓶不会轻易换对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